最近我的宝贝女就说要减肥,keep fit 我做爸爸的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 因为她太喜欢吃东西了,她要吃都不要靓 既然她开到口,要keep fit,减肥 不吃淀粉汁,我唯有煮多些菜给她吃 但如果只吃菜,又好像是寡的 所以今晚我就想做一味蝦醬猪腩肉炒鲜路 好了,不说太多了,我现在去片段 材料有一些露笋,但今次的露笋就不太好 这里是20元,有三宅这么多 我就不要了尾那一段,我只要头和中间那一段 这里有一些腩肉,我自己已经用虾酱醃过,也都煎过 整块煎完之后我才切开一件件 我已经放了冰箱两天了 好了,蒜蓉,还有干葱粒,这个就是豆粉芡 我放了半汤羹的蚝油 由于露笋不太漂亮,所以我先用滚水拖一拖它 好了,水滚了,我们先将露笋不太乱的那些 先放进去拖拖水,至于暖的那些可以迟一会才放进去 这个和我们炒菜的原理一样 炒菜的时候,我们将菜框先放进去煮 只不过因为不太乱的那些,我们稍微要用滚水拖久一点 而暖的那些我们也不需要拖太久的水,所以分先后次序 好,拖拖水,你觉得都差不多了,可以留下它 然后可以浸冻水,浸冻水的好处是 令它不要继续燃烧 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拖完水的那些 错也好,或者露笋也好,你不浸冻水 其实它的热力不断燃烧 所以我们用冻水浸它,令它可以保持软硬度 我们现在将暖的那些放进去 暖的那些它拖水的时间,就比较短的 大概是半分钟左右 不暖的那些就大概一分钟至两分钟 师傅,你的露笋好不好 好了,可以了,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来 我们把它放在冻水里 好了,那我们就先烧热的锅 那就加少许油在锅中 好了,不需要太大火,开个中火就可以了 那我们那些猪腩肉呢,其实之前我已经是煎过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视频呢 是做这个虾相五花腩的时候 就会知道我怎么处理的 这些虽然是熟了,不过放在冰箱 也会煎成几天 煎一煎,会更香厚一点 稍微煎一煎 现在这样煎到冻香 如果你们不像我这样 已经做了一些虾相五花腩 那你可以直接就买一些腩肉 就这样切开它一片片 然后就这样煎到它金黄色 那当然那些五花腩就没有味 因为你们那些五花腩 我这个就已经有味 所以我下的味就不需要太阳 但是如果你们用一些新鲜的五花腩就这样煎 那你们就真的要加多一点的醬油 就调一调味 好了,差不多了 可以这样搏在一边 然后我们就要加些干葱 好了,接着呢,加入一些蒜肉 好了,接着呢,加入些蒜肉 把鲜老筍倒入炒 一块这样拋铺, 再开大一点, 拋铺, 有时可能大家会问, 为什么要拋铺呢? 拋铺, 是会令到铺的铺会更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拋铺期间, 油和火有接触的时候, 它会出现很香的效果, 铺气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拋铺的过程, 是不会有铺气的, 好了, 现在, 我们将我们先调好的蠔油, 和豆粉面, 就逐渐了, 这个时候, 可以加少量的生抽, 多多次, 放在锅中, 浓中, 让它增加香, 如果大家在家的蝦醬五花腩就要稍微放少許鹽 這樣已經完成了,可以上去 這道蝦醬五花腩炒鮮露筍就完成了 我相信這道蝦醬應該餵得飽我的女兒吧 好了,不說了,吃了再說